网友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咱呀打起快板 您听我说 假期人流多 物流烦 众多火灾危险源 男朋友防风险 应挑战 是中间手第一线 无论平日还是假期 白天还是黑夜 地球不爆炸 我们不放假 宇宙不重启 我们不休息 节假日值班 日常加班 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常态 这个常态 就是为了给百姓 提供保障的常态 但要提醒的是 预防大于治疗 今天我站在国庆景观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花坛前 我总觉得 将自己的能力和热爱 奉献给祖国事业发展的大潮中 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 我选择回到家乡 求一名手艺人 这也让我意识到 作为年轻的一辈 我们要用心意 让古老的黑衣活起来 让老一辈手艺人的 影视作品《走出苗仔走向世界》 但如今我们大海 贪图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自觉的保护环境了 这样一来 不仅我们的生态变好了 而且我们海鲜的品质也变好了 产量增加了 我们渔民的收入也就提高了 通过我一个小导游 也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碧马俑 了解一段历史 从这个碧马俑到三清堆 不断地有新的发现 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也再一次地震惊世界 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 赶赛的一名摇鼓手 全民全用 同行同行 国家畅导 全民皆神 我觉得打摇鼓 就是一种很好的用途方式 让我们一起 打起摇鼓 创起歌 记录生活也是记录自己 网友说联播一起来吧 我爱我的家乡 我喜欢吹着海风 看着大海 祝福我们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